最近呢会员又放了一个大招 发了一个新的模型 叫做3D 2.0 MV MV的意思是多视角 Multi View 那么这个模型呢 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 Confi UI的官方的支持 那我相信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 那么这样的3D模型 对于我们到底有什么用途 我们去生成视频 还是我们去生成图 它如果只是一个3D模型 如果我不是专业人员来讲 好像并不能直接做这个行业的落地 这儿呢我就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呢 我们首先有一个人物的多视角的图片 然后呢我们可以生成一个 比较好的白模 就是不带材质的这个3D模型 然后呢可以非常方便的 制造一个巡游的动画 然后利用这个巡游的动画呢 我们就可以做出来一个效果 非常棒的视频 大家看一下 这个视频的好处是 它既有镜头的运动 也有人物的动作 如果你用传统的文声图和图声图 去做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麻烦 不太容易实现这么丰富的一个视频的效果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技术落地的部分 当然呢你还需要有一些准备的工作 那这些准备的工作 就是这几张图片 你怎么得来 那这个呢有两种方法 我们先给大家演示一下第一种方法 我曾经呢在RunningHub上 给大家作为一个工作流 就是制作一个人物的3D旋转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做的这个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呢 主要用到了一个Laura 那这个Laura呢叫做微波炉效果 也叫做360度旋转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有一张图片 就可以做出它多视角的这个图片 然后呢每一个图片的精度呢 都是比较高的 然后呢你可以将它下载下来 那关于它的截图呢 你可以直接用浏览器就行 我们把它拖进来 让它再暂停状态 然后这是正面的 然后呢这是侧面的 那这就是取这个各个关键针的一个方法 我认为是最简单的 当然还有一些方法呢 比方你可以通过这个像Gemna 这样的多模态的大语言模型 也可以帮你做到这一点 但是它做的时候呢 没有这个这么惊喜 它可能前后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这就是说你准备材料的问题 好下边呢我们就详细来看一下这个技术 那这个技术呢主要是两个模型啊 第一个呢我们叫做混元3DMV 也就是多视角的一个模型 那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传四张图 当然少于四张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比方在这里边呢 我们会有它的前视图 然后left的 就是左侧视图和右侧视图 你注意左右的这个关系 它左右的话呢 朝左就叫左视图 朝后就叫后视图 对吧 朝右就叫右视图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生成的这个效果 质量是比较高的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 它的一个加速版 叫分布精简版 这个使用方法呢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呢就是它生成的速度会比较快 但是这个模型的质量呢 不会特别高啊 这是它的这个问题 你可以看一下 另外的话呢就是 非多视图啊 就是不带MV的这个模型 这个呢就是拿单张图片生成的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的质量就更低了 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另外你要注意啊 你要使用这个东西的话呢 首先呢你需要将Confi UI 或者Confi UI的Desktop 就是桌面版啊 给它更新到最新版 然后进到这个template 就是我们所谓的模板这个页面 然后呢选择3D 然后下载对应的工作流 然后模型呢也会自动下载 当然我建议大家是手动下载啊 下边呢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下边呢我们先说一下Confi UI的更新 Confi UI的更新呢 这个里边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啊 就是在这个requirement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front的版本 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呢你在更新之后 记得把这个文件给它重新执行一下啊 就是用PepinStalk给它执行一下 要不然的话呢 你这个前端不是最新版啊 我们要的一些这个template啊什么的 可能是显示不出来的 一旦你更新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用啊 这是一个空的工作流 然后呢可以选择workflow 然后呢我们选择 brows template 就是浏览模板 然后选择里边的3D 第一个呢就是单张图片生成模型 那用的话呢直接点一下它就可以了 它现在提示你缺少模型 这个不要自动下载 因为可能把你自己搞混了 你这个怎么去做呢 它这有这个提示吗 你可以通过这个给它下载下来 点一下 可以打开包包脸下载这个模型 你注意啊下载这个模型呢 它的名字都一样啊 都叫model.FP16啊 Safe Tensors 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自动下载 很容易把你搞混了啊 你通过手动的方式把它下载下来 把它重命名成叫混元3DDIT V2.Safe Tensors 你注意啊它这个里边呢 这个S多了一个 你在更新的时候去掉一个S啊 下载完之后你注意我现在放在哪了呢 我是放在checkpoint里边 然后混元3D的子目录文件夹里边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models找到checkpoint 然后hy3D啊 这三个模型我们都放这了 那我们选的时候呢可以选择这个模型 然后呢我们选择一张图片 因为它就是一个单张图片生成什么 生成3D模型的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直接跑就可以了 好下边呢我给大家执行一遍 这个模型比较小啊 执行的速度呢也很快 好现在我们这个模型就完了啊 这呢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工作流啊 这个工作流的话你没有必要去建 因为它本身就是死的 另外你注意这个regulation的设计比较高啊 是3072 这个跟你输入的图片没有关系啊 就是这个图片不需要有那么大 你比方我现在是个1024乘1024的 你用一个小一点的也没有关系 然后整个的采样的话呢 跟之前没有什么区别 20的采样 注意cfg呢生成1.0 然后它整个的VED code呢 其实都有一些变化 因为它必定不是图片 所以说呢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模型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注意啊它的面部其实是看不出来的 精细程度是不够的 然后可以通过鼠标的转动 来看这个模型 这呢关于这个组件的操作呢 我们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如果你对3D编辑软件比较熟的话 这个应该是很容易去掌握的 如果你不熟可能会有点这个什么呀 有点麻烦啊 所以说呢我们就详细说说 第一个呢就是左键拖转 可以旋转这个物体 然后是右键拖转 可以平移这个视角 大家看一下 另外呢就是滚轮可以放大和缩小 这是一个基本的操作 另外呢它的展示方式呢 也可以做一些编辑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我把它缩小一下 大家注意啊 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有一些这个编辑菜单 首先呢就是在这个所谓的 场景的紫菜单下边呢 你可以点开网格 这个网格呢可以认为是 整个3D空间的这个地面 是吧就是零点的那个地方啊 另外的话你可以改变一下 整个背景的颜色 这个看你需要啊 另外呢可以上传一张背景图片 比方你想看一下 它和原来图片的这个差异程度啊 就像对比一下是可以做到的 另外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比方我看这模型 你可以点开这个模型的这个彩蛋 点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它的 这个向上的这个位置啊 这个主要跟这个模型的导入导处相关 大家不要自己去改它 另外呢这有模型的一个展示方式 比方有白膜的这个状态 然后有发现贴图 如果你对CounterNet比较熟的话啊 发现贴图的这个部分 应该比较熟悉是吧 另外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叫做什么 网格线啊 这个可能看的不清楚 我们放大你就能看清楚了 整个的这个三角面的这个效果 我觉得这个用途也不太大 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 一般我们就选这个普通的白膜 就是传统状态就可以 另外的话呢可以设置灯光 灯光什么意思 就是所有的3D场景都会有一束平行光 你可以认为是太阳光 是吧照过来 这呢我们可以调这个光的亮度 它默认的在大概50%的位置 如果你调的越大 就代表这个光越强 这个模型呢就越亮 越小就代表光越暗 一般呢我们就默认就行啊 大概在中间的一个状态就可以 另外就是导出 如果你想把它导入到你的3D Max啊 或者是Unity啊 或者是虚幻啊 这样的软件里边 可以把它导出成一个模型 然后去制作贴图什么的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操作 另外还有一个小的操作 就是这有这个方向 大家注意 XYZ是吧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轴 它可以切到它的正式图 前式图 顶式图 这是这个的一个基本操作 大家看一下这个模型的特点 就是什么呀 就是比较粗糙 是吧 好下面呢我们看这个特别模型啊 它的使用方法跟刚才是一样的 通过Workflow 然后呢 Browse Template 然后找到那个特别模型 然后把它导入就行了 我这导入好了 所以说就不做这个操作了啊 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地址 把模型下载下来 改名成这个 DIT VR MV Turbo 那这我也盖好了 这是一个多视图的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上传一个前视图 左视图和后视图 当然你可以传右视图 这我就准备了三个 然后每个有一个clip variant的编码 然后呢传到这样一个节点 叫混原3D Conditioning MultiView 然后可以传四个视图 我这只用了三个 注意我这 这传的有点问题啊 就这个 这个是左视图啊 所以说要连到这儿 我们还是给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怎么分左右 看这个人的朝向啊 朝左就是左视图 朝前就是前视图 朝后就是后视图 然后这是一个握手增加模型 20不采样 所以说呢速度会非常的快 我们来试一下 控制一个进度条 大家也能看出来 这个采样的过程 的确是非常的快啊 现在呢这个就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模型的质量 我把网根去掉 大家看一下 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脸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切一个角度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比刚才的确要好很多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特别模型 速度快 但是呢精度不见的高 下面呢我们就看最后一个 就是纯正的MV模型 这个工作流完全一样 只不是模型换了一下 它这有下载地址 然后呢同样我们是三个视图 前视图 左视图 和后视图 经过编码 传到MultiView这个节点 然后呢我们可以给它采样生成一下 这个速度呢也很快啊 其实呢比那个Turbo肯定要慢啊 但是相对于其他的模型来讲呢 还是很快的 这个也完了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很精细啊 你注意脸这个地方 放大一点吧 这是它的前视图 它是很清楚的 是可以看到这个眉眼的效果的 所以说呢这个精度会更高 那这就是这三个模型不同的特点 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 那比如说这样一个东西 对于我来讲没什么多大的用处 所以说呢我们得继续让它能变成我们想要的一个产品啊 比方上一个视频 那怎么去做呢 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建议大家用精度最高的这个模型啊 视频完了之后呢 把这段视频给它裁切出来 那最终呢 你就会得到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视频呢 比较长啊 大概20多秒 然后你可以截取你中间比较喜欢的一段来生成视频 那生成的工作方式的很简单 那这个呢 会用到我们之前给大家说到的那个工作流啊 这个工作流呢 其实就是通过深度图来生成视频 那这个有一些辅助手段 我要参考的原始视频 就是刚才我用鼠标啊 创建的一个3D模型的巡游 然后呢可以生成它的深度图 那同样呢 我会用一张参考图片啊 当然主要是辅助我们写提示词 这儿我用的是Florence 生成了一个比较好的提示词啊 然后整个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深度图来生成视频啊 大家可以通过之前的那个视频 看一下详细的这个技术的详解 然后这里边的话呢 你会发现啊 我们经过两次采样之后呢 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视频的效果 当然前面这段应该还比较好看啊 后边这个转头的时候 有点诡异是吧 下边你就稍微修复一下 修复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采用非一致性修复 因为它的确在各个环节上 做的还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采用一个非一致性修复 那这个修复的方式呢 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过了 其实就是采用了一个 One的半采样的一个工作流啊 就是我们采用了这个 然后把它编码成Latant 然后传到One的这个采样器里边 采用了1.3B的模型 然后使用了0.5的降噪 然后就生成了这样一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 它的人物会更加的漂亮 动作呢也会更多 这就是我们怎么把一个模型 然后它变成一个视频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呢 任何的技术 可能它只是一个中间态 模型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没有用 但是呢 如果你采用这样一个寻有动画 就可以得到一个既有镜头的变化 又有人物变化的一个视频 当然我这个视频做的还是有点短 如果你选的这个视角比较合适的话 那么你做出来的那个视频 会更加有效果 比方你从那个头顶 一下给它拉到脚底下 那一般的这个提示是做不到这个效果的 对吧 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